大家好,我是小赛 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 今天分享一个凉拌苦瓜的家常做法 口感脆嫩赏口,营养又美味 颜色脆绿,好吃不苦 凉拌苦瓜,脆爽不苦的关键你知道吗? 今天我就把这个技巧分享给大家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不苦还特别的好吃 颜色也非常的翠绿 做法非常的简单,你一看就学会啦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嫩苦瓜 这个苦瓜是我刚从菜园子里面现摘的 看起来特别的新鲜 用刀将苦瓜的头尾去掉不要 用刀将苦瓜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 切好之后再用一个小干勺去掉苦瓜囊 特别是这个白色部分是苦瓜里面最苦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将它刮干净,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如果苦瓜这个白色的部分没有刮干净,一会儿做出来的苦瓜就会发苦 将苦瓜处理干净之后,先不要切 锅里倒入清水,加入一勺盐,少许食用油 将水烧开后,下入苦瓜焯水,再用勺子轻轻的推动一下 使苦瓜受热均匀 锅里加入一点油,能使苦瓜色泽更绿 苦瓜焯水的时间不用太长,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苦瓜焯水一分钟后,捞出,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个时候,把我们刚刚泡发好的黑木耳下入锅中焯水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后,捞出,放入凉水中过凉 将过凉后的苦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在冰水中过凉 这样口感更加的清脆 再准备半个洋葱 将洋葱切成丝 切好之后,放在清水中浸泡五分钟左右 加入少许食盐 这样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辣了 再用勺子轻轻的搅拌几下 放一盘备用 准备一把大蒜 将大蒜拍碎 拍碎之后,再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将小葱切成葱花 这里,我们将小葱只取葱白部分 切好之后,跟大蒜放一起 准备三个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之后,跟大蒜放一起 接着碗里面加入一把辣椒结 加入一把白芝麻 将锅烧热,倒入食用油 油了之后,加入一勺花椒 再用勺子快速的翻炒 将花椒慢慢的炸香 将花椒炒香之后 再用肉勺捞出花椒 再将热油浇在调料上 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接着碗里面加入一勺盐 少许白糖提鲜 少许鸡精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蚝油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将调料化开 搅拌均匀之后 放一盘备用 把泡发好的洋葱加进来 木耳也加进来 把刚刚炸好的发生米也加进来 把料汁也倒进来 再加入一把香菜 然后戴上手套 将苦瓜抓拌均匀 拌的时候要像我这样子揉着拌 这样拌凉菜特别的快 而且这样拌出来的凉菜的味道 特别的均匀 时间上我们要多拌一会儿 促进苦瓜快速的入味 这样拌出来的苦瓜特别的可口 苦瓜特别的入味 特别的好吃 抓拌均匀之后装入碗中 一道清脆散口的凉拌苦瓜就做好了 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你学会了吗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 不苦还非常的好吃 脆论鲜香入味 非常的清爽 还特别的简腻 是夏天饭桌上 一道不错的凉拌菜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和关注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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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